來的話就是說我把資料寫過去了 然後現在把它讀回來 放到這邊來 所以怎麼樣把它讀回來 其實非常簡單 程式大概其實基本上跟剛剛一比的話 你會發現程式簡單太多了 OK 那一樣我就是把這個程式 基本上大概差異在哪裡 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你會發現前面幾行都是一樣的 把這個再往上一點 因為記得右下角有我的人頭 你要散過 OK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就是這一行 就是怎麼樣呢 1跟2是都一樣的 1跟2一定要是Create ADO 一定也要跟它講說它的驅動程式 跟它的資料庫位置 有沒有 這都固定的 所以這兩行 這兩個都是固定的 那只有哪個地方不同呢 特別注意喔 只有這個地方 開頭的部分 我要怎麼樣 把舊資料給刪掉 OK 然後在 我看讀取 讀取的話我一樣把它改到D碟好了 D冒號 斜線 OK 我用大小 其實大小寫應該都可以 然後就把資料再寫過來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啦 然後按到那個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其實主要這個地方 比較特殊一點就是 那個剛剛isq的部分 我是直接mycount.isq 後面的話 前面沒有一個set 那你想說 為什麼前面多一個set 因為我們剛剛insert是什麼 把指令傳過去就好了 它不會return 有沒有 你幫我寫進去 寫什麼 寫五個資料丟給你 你幫我寫五個資料 OK 你不用return告訴我有沒有成功 反正你就是一直寫就對了 但是我現在是查詢 有沒有 查詢的語法是什麼 slate 有沒有 slate就是查詢 其實就是篩選 信號是欄位 信號所有的欄位 from那個班級的table 這個是哪些欄位 然後透過它幫你查完之後 它會有個回應 回應的話 一定有個地方給它放 所以它會把查完的結果怎麼樣 丟回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變數裡面 這個變數的話 它是一個叫ricoset的 一個物件變數 那裡面的話就放什麼 其實就放這些東西 OK 然後如果說我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全部丟過來的話 其實在那個VBA裡面非常簡單 只要用range裡面 range裡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方法 你告訴他說 將來 所以我先點 後面的話 你就要點 range裡面的話 給它一個方法 叫點copy from recoset 有沒有 因為剛剛的東西丟過來 就放在recoset裡面 所以呢 你只要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VBA裡面太貼心了 還有一個copy from recoset 這樣一個簡單的方法 最後面的話 就告訴他說 你要放哪裡開頭 放在那個從A2好了 然後你就打一個range 固定位置 我用A2 跟他講 幫我call到A2的地方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我們來試一下 有各位看 我按F8 先怎麼樣 把這個範圍清掉 OK 清掉之後的話 接下來怎麼樣 一樣做create ADO 然後去連線 連線到哪裡呢 連線到那個 低疊底下的那個資料庫裡面 然後幫我查回來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利用copy from recoset 把這個recoset 幫我call到這邊來 無法支援 這有什麼錯誤嗎 copy from recoset 到這個 到那個 這個地方 打錯了 應該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應該 這已經有A2了 我要打A2 應該什麼 把這個recoset放後面就好了 意思是說 我要從哪裡call資料 是把後面的東西call到這裡來 OK 好 剛剛 我們來再跑一下 這樣子的話應該OK了 所以我就把它再按F8 資料就call過來了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所以我這邊再demo一下 這邊把它新增過去 新增成功 然後再刪除的話 就是重新讀取回來 有沒有 刪掉 又讀取回來了 OK 大概這樣流程 所以基本上 讀取比較簡單 主要就是先清除舊的 然後再把那個recoset的資料call過來 就大功告成了 最後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共用的話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假如說你現在是放在你的低碟好了 可是問題 別人要抓你低碟裡面的東西 那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第一個你可以把你的低碟 比如說共用出去 按右鍵 然後內容裡面有個共用 那共用之後它會有一個路徑 你的電腦名稱 然後共用的名稱 另外的話你可能還要做另外一個設定 你看看這個這個地方不是 你可以從共用 那個我習慣是從我們的那個 右下角這邊有個叫網際網 或者是你從設定裡面找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開啟網際網路設定 然後你就點擊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可以去做那個設定 這個網路和共用中心這邊 或者你從你的那個控制台裡面一樣 可以找到這個路徑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讓別人可以存取的話 你只要把那個什麼 變更進階共用設定裡面 找到所有網路這邊 把底下這邊有一個叫 開啟以密碼保護共用有沒有 記得這個地方 把它變更為關閉密碼保護共用 按儲存就可以 那這個如果做完之後 以後假如說你要讓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們也可以存取我這一台 或者你們互相也可以連結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路徑 共用這邊有沒有 這個路徑你把它複製 然後給別人的話 它就可以存取得到你這一台 然後把它改到哪邊 改到這個 這個剛剛是滴疊對不對 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剛剛的路徑 就是 反斜線反斜線 後面就是你的電腦名稱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別人從別的電腦 要存取你這一台電腦的話 OK你就給它這樣連結 然後底下也是一樣 讀取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我的電腦所以我自己還是連我自己 應該都OK 但是如果你們等下連我這一台 我這一台是PC-736 後面有個共用資料假設D 那我們來試一下 其實改這個應該 改完之後 互相都可以連結 也就是如果你內部網路 改了這個地方 那這樣的話 我們試試看 比如我把這邊資料 假如說我把它寫到資料庫 應該也沒問題 讀取過來 跑太快了 它會閃一下 又OK了 但是差別在哪裡 差別是電腦跟電腦 就可以互相連結了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跟你的前後左右鄰居 問一下你的電腦名稱 你開一個資料夾給我 我去存取一下看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基本上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啦 這個我試了很多遍 而且連線狀況也OK 所以假如說你們有這種需求 我覺得你也不想架那個server的話 其實用這個方法應該是最簡單的 OK 只是記得那個設定部分的話 就要這邊按右鍵 我現在在這邊按右鍵 找到那個什麼呢 網路和共用中心 記得變更一下 這個可能一定要把所有網路這邊 密碼這邊要把它關閉 不然的話別人沒辦法存取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主要是如何把那個寫入到資料庫的資料 再把它查回來 其實最重要就是利用那個Range物件裡面 一個叫Copy from Recall Set 把查回來的那個Recall Set的物件 把它再讀到這個Excel儲存格裡面 其實比起剛剛音色音度簡單太多了 那如果說第二個 你假設要跨那個電腦跟電腦之間連線 不過前提特別重要 一定要是同一個網段 就是同公司內部 印刷內部連登道的 通通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如果比如說跨不同公司 你可能就要用VPN的 用那個什麼虛擬 虛擬那個網路的方式 把那個內部網路串一起 也是可以存取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IP位置 外部的那就不行了 OK 如果要外部的IP位置 那可能就是要駕SERVER 這個就沒別的方法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